第二章油文时间约50分钟 就是你在台北去吃那种 号称樟花肉丸或是号称北斗肉丸 尽管它可以把味道做的大概有 八分项或是七分项 但是味道就是不对啊 这没办法比啊 而且台北的肉丸卖的好贵哦 这是第一章那个倒霉鬼吗 所以我们第二章的场景是在灯塔 第一章 第一章在牧园上班 他第二章是要到灯塔上班吗 就是答应给你的钱 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到旧街区吗 我是船夫不是导游快走吧 门囊那边有酒先帮我拿过来 又当我们是UberEat 台湾第一家肉园 全台湾有好多号称台湾第一家哦 台湾第一家咸酥鸡 台湾从北到南都有台湾第一家咸酥鸡 获得一箱酒 门囊提灯你可以拿走 那我该怎么走到旧街区 沿着铁丝的方向一直走 我就可以走到旧街区入口吗 不过你整个 WTF 穿过森林才会到达旧街区 也太难 月下毒啊 UberEat 模拟器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这种鬼地方 但这个地方不正常 我看到这个游戏在steam上面的留言 有人说有人说有血缘诅咒的风格啦 啊对我们要先拿提灯 但是他们说有血缘诅咒风格的部分 应该是指这个是克苏鲁风格吧 门上牌子 牌子写的 每年失踪人数统计 门上挂着铁链被一个锁头梳起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 这个游戏的那个台词很饶口吗 被一个锁头锁起来了 锁头看起来很老旧 甚至不需要用开锁工具打开 那应该可以直接用东西敲开 上入者将招受诅咒 石头 解逃 鹅卵石 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游戏最像血缘诅咒的部分 是有很多鹅卵石 血缘诅咒鹅卵石最多的 打乌鸦拿到都是鹅卵石 这是什么 该不会是有人帮野生动物做墓碑吧 这乌鸦对不对 这鹅卵石下面一定是乌鸦啦 根据我们血缘诅咒的法则 刚刚是不是有东西跑过来 鹅卵石下面一定是乌鸦 是我们手动砸是不是 敲木鱼 感觉 诶 地上有个东西跑过去 诶 有东西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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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52个月以来 最近疫情比较升温啊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请洗手戴口罩打疫苗 前面有人 胎子是 他的 它的标点符号 为什么一下是半形一下是全形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不太很习惯 为什么一下半形一下是全形 哇靠 这种台词真的是只有台湾自制的游戏 你才能看到 才能够领略到那种有趣的地方 你们看这个这个惊叹号又是半形 别走 姑娘请留步 刚那个人爬梯子上去了吗 听说雾城旧街区地形有特别价高过 但没想到居然还要爬这么高 到顶端看起来五六公尺 是为了防止水带或海啸吗 住宅窗户怎么这么黑 里面完全没开灯吗 还是根本没有住人 恐怖游戏都不开灯 恐怖电影也不开灯 明明有灯也不开 而且他那个N啊 他那个N都没有口字旁 都是N会的N 都是N 那个我不太不太能接受 至少要把那个N打成N吧 就是有口字旁的那个 前面岔路通往广场 我要去的地方先穿过广场 先往广场去吧 诶 上面有个闪 是不是要给我们的 这有缝上好像放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雨伞吗 但是我们暴动手所以拿不到 上面写的字我居然看不懂 太奇怪了 N 公读声打的 我觉得那雨伞等一下一定会拍上广场 诶 不过他的地形真的都 长得一模一样诶 背景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电话题看起来很干净 难道是有人专门在打扫吗 N还是健身王者 他很坚持要打N诶 这个雕像不是跟在墓园的雕像一模一样吗 清井之神 这是乌鸦 哇 而且为什么刚刚那个A是简体 这是度鸦 我该怎么做 蛤 摸开会不会被灼死 我应该可以直接走过去的 走过去会不会死掉 完了 完了 刚刚不小心调皮了一下 Doki Doki What the 他不会让我过去 虽然我不想伤害动物 我应该找个棍子之类的东西把他赶走 那就是当他的雨伞了吧 你们知道如果这是台湾蓝雀的话 我们头已经被捉到不见了 如果那是台湾蓝雀 我们头应该已经在喷血了吧 台湾蓝雀超凶的 就凭你这个暴龙手 有办法拿那个雨伞吗 用踢的是不是 也是啦 我觉得他有点聪明 台湾蓝雀 玉厨其实根本空中霸主 我觉得 这个虽鬼有点聪明 因为如果是其他恐怖游戏的话 就会说 上面有一把雨伞 但是我伸手够不到 我去找一把梯子好了 结果他不是也 他直接把他提下来 好吧 那好像还蛮聪明的 终于有一个恐怖游戏的主角 是有达到一般程度的智商 而不会因为暴龙手 必须花个半小时去找一把梯子 你这家伙居然跑到更前面来了 肚鸭开始鸣叫 只好用雨伞赶揍他了 怎么赶不走呢 肚鸭飞走了 雨伞收着吧 或许还有用处 我觉得这游戏的互动超级莫名的 刚刚那个部分到底有什么必要 让我们跟他互动啦 是有没有必要啊 那有一个阿伯 老伯你怎么了吗 刚刚刚的云是有口字旁的哦 这部分是不是不同人打的字 你有看到一只黑色的大鸟吗 你是说乌鸦或杜鸦吗 糟糕我是不是赶走这位老婆鸭的你 你看看你啦 完了 我该说谎吗 抓到文本不容易 我们要说谎吗 你完蛋了 诚实 对啊 是说刚刚在乌鸦那边 我们都坐死了 还怕坐死第二次吗 我们就当一个诚实的人 我有看待一只杜鸦 但是我把他赶走了 怎么样啊 你把他赶走了 他不知道飞去哪里了 你可这只勇敢的先生 黑色的鸟是很凶悍的 那只杜鸦不是一样的宠物吗 宠物 怎么可能那种讨厌的东西 老伯你这么讨厌杜鸦吗 鸟不在吗 这是太好了 老人露出奇怪的微笑 为什么要奇怪的微笑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括号里面的文字都很好笑耶 先生你能过来一下吗 怎 怎样我们过去你要干嘛 过过过过过过过来一下 过过过过 我发现这个部分的文本了 诶 这个老伯在抖洞啦 阿伯在抖洞 完了 完了 杜鸦该不会是守护神吧 这个阿伯该不会才是什么 什么邪神怪物 完了 完了 死定了 完了 完了 阿伯出事了 完了 阿伯 阿伯开始神秘的抖洞 有没有发现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文本呢 它的嗯都有口字盘哦 都不是N哦 是从这边开始就换了一个 比较没有错字的人 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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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一下 过过过过来一下下 老伯你 是不是癫痫发作啊 我應該先跑 台詞非常的台灣 他說靠欸 那是槍嗎?不要開槍 那不是斧頭嗎? 過來 千萬不要發出聲音 這是剛剛的阿伯嗎?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血緣詛咒的部分了是不是? 左邊那個是獵人對不對 搞半天我們是在雅南啦 我懂我懂我懂 又要跑 你又要跑 你怎麼 等一下 融化了啦 有了啦 我們就拿一把破雨傘對付怪物嗎? WTF? 我們這是QTE喔 原來這個是QTE 有球 你的對手是我 趕快撤下來跑走 原來是像素版血緣詛咒 而且還包含了QTE的部分 我的天啊 Log到底是什麼 完全搞不懂 但怪物好像沒有追過來了 我現在在哪裡 就跟你說你在雅南啊 雅南中部啦 應該遠離噴水池 你知道剛剛那個高帽子出現的時候 他醜上那個武器的檢影 我就覺得有點像血緣詛咒 的武器 這是一張尋人啟示的傳單 我終於能理解這個遊戲被說像血緣詛咒的部分了 還蠻好笑的 這裡有路牌 先走到底看有沒有東西 欸沒有東西 欸沒有東西 這裡靠近舊街區的邊界 就算有欄杆圍著 不小心還是有可能掉下去的 怎麼畫呢 感謝剪輯喔 你的血瓶不夠 我們根本就沒有血瓶 要去農血瓶了啦 連那個死掉的樣子都像超像血緣詛咒 直接原地融化 Don't go in 一大堆時鐘傳單 上面有人用紅色的噴漆寫的不要進入 我想就是這裡了吧 傳說中的鬼屋 聽說進入這棟廢棄物資的人 都不會再出來了 然而你打算作死對不對 就連在街上都能遇到那麼可怕的怪物 如果屋子裡有什麼更可怕的東西 我想也不奇怪了 你管要作死 傳單上面有各式各樣的人 甚至還有很多都是小孩子 然後早上再來調查 你居然沒有要作死 然後還要先準備武器 欸這個主角有點聰明欸 我不得不誇獎 這個主角有點聰明 再遇到怪物就完蛋了 我剛剛一心以為 以恐怖遊戲主角的尿性 他應該會說 這裡面的怪物想必比外面更可怕 但是我還是要進去 沒有欸 他說他要去 他要等白天再來一下 先去準備武器 哇喔難得遇到一個有腦的主角欸 居然沒有作死 門上也被噴漆 門把可以轉動 但門被卡死了 啊完了這邊文本又換人寫了 因為他的恩沒有口字旁了 他的恩沒有口字旁變了恩了 恩 好像有什麼聲音 老鼠 被咬到會生病 連老鼠都非常的寫詛咒 沒有如果是寫詛咒的老鼠的話 應該要到他的腰部那麼高 老鼠 老鼠 這主角合理多了欸 真的不簡單 欸 一個女生 姑娘請留步啊 他怎麼這麼會跑 蛤 哇靠 怎麼回事 路突然不見了 天啊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人是來抓交替的嗎 我自己爬不上去 誰在那裡 啾啾啾啾我 誰在求救 我自己爬不上去 就是那個女生很像那種 山上 我們台灣山上不是有很多恐怖傳說嗎 什麼 什麼穿著黃色雨衣的那種 就是會故意把你帶到懸崖邊 讓你掉下去那種 大叔你 大叔你是人类吧 看来也生了不少惊吓 别紧张我是人类 但这么晚待在街上不安全 我家就在这里先躲进来吧 很像某形啊 什么东西 他刚刚就是在我们脚边跑来跑去的那个吧 为什么右边那个女生感觉很像刚刚跑在前面那个 老公你不只在半夜跑出去你还带一个怪人进来 他差点从旧街区的边缘掉下去 我叫杰克 晚上旧街区太危险了 为什么你们不开灯呢 晚上在房子里开灯太显眼了 我们可不想从街上引来 结果这边的怪物反而会被火光吸引 你们电视为什么是长方形的 往地下室的门 往地下室的门 连这边都有选择题 男主人的名字是 那如果答错怎么办 如果叫他Bub会怎么样 如果叫他Bub的话 他是不是会把题灯砸在我们脸上 天哪 等一下该不会是一家五口 我都要猜他们的名字 然后答错一个名字 他们就把题灯砸在我脸上 幸好我还记得他叫罗伯 我记得他们叫做罗伯安娜提姆跟沙拉 深深的记忆里真不错 这一旧街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说我想吐槽一个地方 就是刚刚这位罗伯这位大叔不是说 我们到别的地方谈吧 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讲这个 怕会怕小朋友 请问右边Log是什么 主角右边不就是你的女儿在玩伴家家酒吗 初线 Kadeyudo様 哎呦127感谢追随的所Following 你五分钟前才说不要在小朋友面前讲这个 怕会笑到小朋友 那请问你右边那位沙拉 你是不当他是人咯 那什么bug啊 物层其他地方也跟这一样吗 我在街上遇见了 某种难以解释的东西对吧 是透明人 没有在面前讲 在背后讲 原来如此 在背后讲就没有问题了 Narudo 你能活下来真的非常幸运 你遇到了住在雾城中的夜之居民 哦 就是大概像是那个旧雅南的 旧雅南的居民对不对 夜晚的雾城并不是属于人类的城市 尤其是旧街区这里 每当夜幕低垂 就会有另外一群居民出现 你所遇见的怪物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怪物 你们为什么不搬家 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每次遇到那种 在恐怖游戏里面的那种人家 我都想问 你们为什么不搬走呢 还住在这里的人 又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你还在街上看见什么年轻人 结果阿伯用一句话 打发这个问题 移动的人影还有路突然不消失不见 为什么旧街区是架高的地形呢 防水灾或是海啸 这个我就不清楚 要你何用阿伯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你们房子再过去一点 那里面有一栋房子 超人失重的那一栋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你一问三不知 你所有的问题你就只知道说 晚上会有另外一群居民 为什么你们房子要架高 I don't know 前面那栋房子 知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呢 还是我们要付费解锁DLC 那个DLC的名字叫做阿伯的答案 我们就是少了解锁付费DLC啦 等一下去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个DLC叫阿伯的答案 我们已经习惯不去探求 你休想用这句话来糊弄我 只是想办法在这里保持低调安全的活下去 有一个戴着黑色的大帽子 我也不可以讲什么 阿伯 阿伯你是机器人吗 阿伯你 你 你所有的问题你只知道第一题耶 你后面的答案全部都跟我说 抱歉我也不太清楚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 你确定吗 你在说什么啊 虽然夜晚晚上很危险 但是你已经躲进来了 只要保持安静灯 太夜晚都过就没有 我觉得阿伯在那里利奇耶 但你有哪个是清楚的啦 什么都不清楚 那请问这样还有必要特地就是 避开小朋友吗 虽然其实也没有避开 因为旁边就有个小孩 这样是有什么必要避开小朋友 因为你只有回答一个问题而已啊 其他都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哦 知らない 今晚你就睡客厅吧 请你陪我的家人聊聊天 一问三不知 尽量小声一点 What 深深神预测 我刚才跟你们说 等一下他是不是要逐一问我 这家人 每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哇 这不就来了吗 女孩的名字是 沙拉那拉 沙拉啦 那他是谁啊 沙拉对吧 这是你的名字吧 选错会怎样 不知道啊 可能选错他会拿茶壶尝我的头 女孩看起来有点害羞 你在玩什么呢 她会有点冷静 你兄弟都不陪你玩吗 他只喜欢看电视 而且他哥都专门 不只喜欢看电视 他还专门只看电视的雪花画面 就那个 电视那个沙沙的画面 他的电视都没有画面 如果 如果我兄弟在家专门看着电视 那个 那个画面啊 我也不会想跟他讲话 这还有其他布娃娃吗 去房间找布娃娃的陪小女孩玩 大哥哥一起玩 说好不提大哥哥 为什么有人在哭 他是在哭还是 地下室的门传来奇怪的声音 在家里会不会怪怪的 你们知道我们在路边 就是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被那个阿伯救进来 虽然说阿伯看起来有可能是好人 但是 我觉得也有可能阿伯其实是怪物 等一下全家里就会变怪物 然后把主角吃掉 要搞不好地下室就是关着一个人 打开看看地下室的门 锁起来打不开 然后会不会我们去问阿伯说 地下室有奇怪的声音 那是什么呢 阿伯会说 嗯我也不知道呢 什么都不知道 锁住了 是说你这个客人可以随便进入人家的卧房吗 感觉超超级奇怪的 娃娃 怎么可以放着客人就是 东西掉落的声音 最好确认一下 他又在挖靠 不做死就不会死 谁 地上有镜子碎片 先捡起来当武器 你拿镜子碎片当武器 你手不会流血吗 镜子碎片 GETTTAZE 窗户是紧闭 但墙上留下类似爪痕 或是脚印的痕迹 我的天啊 天花板上有个洞 地上有个石头 跟我在森林外 捡来敲锁的石头 好像是一样的 是鹅卵石吗 先把石油捡起来吧 他真的很爱讲 哇靠 哇靠 哇个水 可不可以形形好 就是 哇靠这个台词显然就是男主角的口头禅 可不可以形形好把那个哇 改成口字旁的哇 哇靠 可不可以形形好 身为译者 职业病又要发作了 房子里有东西 有黑色的小东西往那边跑过去了 这游戏是没有在叫稿啊 别担心 如果是危险的东西早就要出现 你在说什么啦 你在说什么啦 应该是辣个野生动物闯进来了 野生动物 哪一种野生动物会闯进家里打破机子 雾城里面什么都有 我看你是不懂哦年轻人 很多动物也长得像怪物一样 就把他吓成雾城的碗熊 你到底在乱讲什么 你们知道国外的碗熊很凶暴哦 国外的碗熊是会那个 破坏住家从外面挖墙 然后闯进住家里面 然后在厨房翻箱倒柜挖东西出来吃的哦 还会把那个木柜门都打烂 总之 Don't worry 我去处理 这对居民来说 难道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是不是快要被说服了 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 他叫什么名字呢 大婆先生好了 凶 大哥哥 你的曲名品味好差哦 他妈我刚刚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大头先生 一个是短腿先生 我才不相信 要是我选短腿先生 你会说 哇 大哥哥 你的曲名品味真好 呛 那你觉得他叫什么呢 就叫做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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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back Wilson Wilson Wilson不是那个吗 浩劫 浩劫奇迹吗 是当我们都没有看过浩劫奇迹是不是 好 Wilson先生加入了茶会 还需要更多人是不是 那下一个就汤姆汉克了啊 哪边还有汤姆汉克呢 我兄弟那边有机器人 好 马上把汤姆汉克拿过来 地下室的声音变得更大声了 听起来像是孤生 必须想办法高洞是怎么回事 诶 汤姆汉克就在你身边 我刚 我刚才讲汤姆汉克 这马上出现一个选项是汤姆 我差点汤姆就要选下去了 好险好险 幸好我还记得他叫Tim 这游戏真处处都是陷阱 差点汤姆就要按下去了 剪刀石头布 他 他的要求好朴实无华喔 该不会一定要赢他吧 蛤 他问我 问我们要先出什么 蛤 我要出布 那我要出剪刀 我赢了 我很确定这个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再来一把 再来一把 想要喊要出什么的吗 大 大 大哥哥 他们正在出剪刀 是不是又要告诉他 我要出剪刀 那我要出石头 我又赢了 我连去 我想打死这个小孩 我太厉害了 好吧我堪拜下崩 只要他开始就好 再来一把 瞬间产生想要杀人的冲动 再来一把 我还有事情要做呢 看起来机器人常被继续玩游戏 你帮我跟妈妈说 我今天晚上肚子不饿了 不吃宵夜了 生童犬 原来猜拳是这样玩的啊 就会跟女主人对话 又来了 以为我会上当吗 当然是安娜啊 你们地下室一直传来奇怪的声音 那是怎么回事 吓到你了吧 蛤 原因去问我的丈夫 女主人表情看起来有点没上 然后等一下男主人是不是会说 嗯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哦 不用被吃了吗 你一半也威尔森先生 我一半也不娃娃小也跟机器人 嗯 我有一个妹妹 我们小时候常玩在一起 你四八四又要跟我一问三不知 你四八四又要跟我一问三不知 你刚刚说你有一个妹妹 她是一名记者 最近听到她在调查乌城的失踪事件 啊自己也失踪了 但是没有人愿意到乌城找她 所以我就自己来这一找她了 我真的不知道关于那栋房子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付费解锁DLC嘛 关于你们地下室 我们还曾经也有过一个大女儿 但在我们搬过来不久后 就因变去世了 自从那之后 地下室就不断传出她的哭声 我们完全找不到源头 好像她的鬼魂还留在地下室一样 所以地下室没有东西吗 只有哭声 还是说那个 那其实是一个 还是说大女儿的鬼魂还在地下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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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刚刚 赢我们掉下去那个人吗 诶 诶 诶博声 诶 诶 诶 还是说是她的妹妹 爱嘛 是你吗 哥哥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还在...在作... 哦 作噩梦 地下室一定有什么 所以你又要偷偷闯进人家地下室 等等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先去厨房找找看 有没有可以当武器的东西 武器你刚刚不是才拿了一个 你刚刚不是才剪了一颗石头 然后跟拿了一个碎玻璃吗 东西好少 别说菜刀 柜子连一把叉子都没有 东西少得很奇怪 看来这里是找不到可以用的东西了 没有叉子 打开锅子 没有任何东西 里面怎么会有蜘蛛网 WTF 这锅子放了很久吗 这家人该不会都不是活人吧 大 大可可 这家人四把四都不是活人啦 原来是 血缘诅咒融合 浩劫重生融合 神鬼第六感 花瓶翻倒水都洒出来了 目前门锁起来门宝看起来很坚固直接破板 破坏门宝的方式好像不太好 搞不好会让人打不开 只好看没有钥匙 深感危机 对 你们看厨房没有刀叉 锅子里没有东西 而且还有蜘蛛网 然后 一个是自己玩家家酒 然后另外一个是 整天看着雪花电视 妈妈整天盯着窗外 爸爸 永远都在看同一份报纸 然后问他 什么他都一问三不知 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 原来一家人都不是活人 有一个盒子 终于拿到盒子了 是一把钥匙 上面还有个标签 标签写在地下室 不是他该讲什么 别想象中还要好早呢 而且上面还写着地下室 就是生怕你不知道那是地下室的钥匙 这本是什么书呢 天花板发出声音 嗯 最好检查一下 这不是那个黑色野兽吗 这是一开始我进去森林前 石堆下的那个东西 从那时就一直跟着我吗 没在动 难道死掉了 血盆大口 咬着老鼠 嘴里还咬着老鼠 干嘛一直听着我 不对 这个东西真的有眼睛吗 是不是为什么 左下一点都不害怕 这个我也可以配音 他咬我的头啦 他长得好像那个 多摩君 你知道日本有一个卡通人物叫多摩君 他超像多摩君的 好像没有QPE了 搞啥啊 这个就是万熊 怎么有点可爱 野兽看起来非常生气 我哪里惹到你了 给你熊熊 他把熊头丢回来 你好烦哦 给你 给你威尔森 完了你砸他的头 蛤 被敲匀 那 那只 多摩君 他的HP是只有1吗 我觉得他好可爱哦 在那边 咳咳咳加剂 咳咳咳 然后被敲一下就暈了 但我浪费太多时间了 你在那边跟多摩君玩 先下去地下室再回去处理吧 有点可爱 应该只是熏倒了 实在是太残忍了 还是不要吵醒他 这也有一张挂在牆上的照片 感谢剪辑哦 女主人抱着一个婴儿 女主人的表情很严肃 这个婴儿又是哪个孩子呢 让我用钥匙开锁 为什么下面有干冰 我的天啊 地下室居然也有干冰 而且这边为什么会有奇怪的出入口 呼声从里面传来的 先去右边看看 被木板封住了 他还有勇敢 我怀疑他根本就是神经断光光 前面看起来是下坡 到底要往下拖到多深 呼声不见了 难道我们是被摩西娜骗的吗 等等 前面落个字 这是祭坛吗 从没看过设计有这么扭曲的祭坛 一个杯子里面这是写吗 头骨 难道猴子是头骨 是人类的头骨吧 WTF 我靠 你又在摸 各位同学 各位夫夫们 本游戏玩到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正确的 WTF 终于出现正确的WTF 而不是 而不是那个什么 手字旁那个挖东西那个挖了 好 掌声鼓励鼓励 哇靠 你知道的太多了 大叔 大叔你不要吓我 你为什么在这里 年轻人 下来了啊 你知道我会下来 这里的误气就是这样的 会用幻觉引导人们过来 你说什么 那我猜 你看到你妹妹 很可惜你妹妹这边并不在这里 你现在在这里了 放心你很快就什么都会了解的 你不是想知道 你不是想知道 我还是想知道 那这会不会有这种 我应该如何 注意点 好久不见哦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对话还满好笑的 为什么旧街区的地形会架高 就像你看到的这个 这个伟大的祭坛 你是在祭拜邪神吧 它是一种特殊的岩石雕城 在旧街区底下到处都是这种岩石 那还被伟大的先驱者雕和的祭坛 有几十座都被藏在地底下 该死的帽将们把他们都藏起来了 帽将 当时我们夫妻俩绝望地带着垂死的孩子 来到这里却求助无门 而他出现了 就像个天使一样 告诉我们祭坛的位置 还有使用的方法 斯巴斯活人献祭 就是用那个活人的鲜血来换取 换取汇图转身 我们在祭坛上接受了洗礼 并复活的我们的孩子 果然是汇图转身 你们复活的孩子 你们到底复活的哪个孩子 男孩女孩 大哥哥你好 你们 年轻人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我们今天感谢追随的手following 所以你孩子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两个都怪怪的啊 而你整晚都在陪他玩 大 大哥哥 这两个我都陪他玩 所以是哪一个 女生吗 啊 what what 这游戏 这游戏同时融合 血缘诅咒跟 跟那个什么 跟浩劫重生 还有 瘟疫传说 你们 你们知道瘟疫传说这款游戏吧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老鼠 然后他那个最后的boss关呢 就是 把很多很多老鼠聚集在一起 就是说瘟疫传说 老鼠最多的时候呢 画面上有四千只老鼠 这个血缘诅咒 将浩劫重生 叫瘟疫传说啊 怪物最前端有一个头鼓 你听到的不是哭声 而是我们孩子的声 你的笑声怎么这么难听啊 有客人来 是怎么这么难听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 药离鼠王 米奇妙妙屋 打声招募吧 这是故意的吧 这是不是故意的 写原诅咒加浩劫重生加 瘟疫传说加钢枝炼金树析 大 大哥哥 大哥哥 我要笑死 你 你好 你还搞不懂吗 这个祭坛把我们的孩子复活了 原来是大哥哥啊 用活老鼠当作材料 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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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小孩只是两具空壳是他的玩偶 用来替代他在房子里游戏 哇 哇 这个部分设定还蛮复杂的 就是类似那种本体跟分身的概念嘛 就是这两个小朋友是 这个 大老鼠的分身 就是实体在地下室 然后这两个分身呢 在上面代替他活动 就像 半家加酒 你们疯了吗 这怪我怎么会是你们孩子 看着他的眼睛 反正我现在脑中都是香肠嘴凉草尾啦 要追女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眼神 看着他的眼睛 你会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孩子 什么眼睛这么多老鼠男生 我要笑死 抓住他 你们要干嘛 别紧张 我们观察你一整个晚上了 你很有耐心陪伴孩子 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辈子 陪伴我们的孩子长大 我 我只是来找妹妹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笔血是为你准备的 喝下塔接受洗礼 你就只会记得你是我们的一份子 你 你疯了 快放我下来 你会有个新名字 你会成为孩子的新大哥 新的大哥哥 又是大哥哥 必须赶紧想办法 女孩的名字是 你还要再问我名字 是我 怎么了 我们来想我的 来想我的新名字 好啊 选一个你喜欢的名字 你来想一个 想一个我喜欢的名字 我知道你喜欢的名字是 威尔森 这个游戏是记忆力大考验吗 就跟熊娃娃名字一样 在想其他办法 男孩的名字是 他一直在问我名字 今天 写子 闹呸牙心要什么 老闹 他拿住石头了吗 完了 欸 居然还没有死掉 里面也是蛮硬的 居然还可以重来 好 这是选 选剪刀 诶 又要逃跑了 诶 这不是刚刚那个多魔君吗 多魔君救我 为什么这里有QTE啦 在QTE是 我可以用左右键吗 左右键也可以 我换右手 诶 差点就操纵错误了 我换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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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欸 原來是幻影 差點就被騙了 怎麼還沒結束啊 大大 應該要結束了吧 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我覺得剛剛那個追逐戰實在是太hardcore了 容錯率太低 你剛剛都在為我帶路嗎 之前也一直都在警告我嗎 原來多摩君是好人 他是不是本來不知道是怎麼把他搅運的 結果我們現在講出來 原來是你 不然我已經生氣了啦 不要再生氣了啦 我道歉過了 什麼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太誇張了啦 都你啦 What 你還在啊 大大 他居然爬上來了 我的天 Woo No 回到地下 蛤 怎麼可能還有啦 怎麼可能還有啦 那往哪裡走呢 蛤 蛤 我覺得這也太難了吧 居然躲過了 蛤 又看到了 反正有什麼可以一定有的 地上的書 先蹲到桌子前 先蹲到桌子前 攻擊頭部並利用書櫃 螺蛙被我破壞了 還要 泥 你有沒看過一個女孩子 你覺得她現在是可以回答狀態嗎 你覺得他被你打到殘血 你覺得他現在是有辦法回答有問題嗎 他總是喜歡用丟人家 你覺得地上的老鼠 聽得懂嗎 我不記得 那來到你們家人都去哪裡了呢 沒被媽媽喜歡上的人 都離開了 離開之後我又有肉可以吃 我的天啊 所以 他們不喜歡的人就變成 變成這個老鼠的食物 然後他們喜歡的人就會留下來 變成他們的一份子 才碎 才碎 呃 真似妙 身材杀掉我的孩子 你非常厉害啊 我已经杀掉你的孩子 你还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喝喝喝 我的孩子会被你解决 是因为他不够强大 就算有这么多老鼠复活了 也是个失败品 你这个恶魔 我当初是为了救垂死的孩子 自己一人来到雾城 嗯 那个大叔是 但我遇见了比自身经历更伟大的事物 现在目标已经不同了 自己一人 你的丈夫呢 你是说这些空壳吗 他们 他们都曾是在这边失踪的人吧 没错 接受洗礼的人都会被洗脑成家人 哦 所以这三个 也都是迷路的人啊 你应该在底下接受洗礼的 这样你就会成为孩子的大哥哥 也会成为伟大事物的一部分 现在还来得及 你以为这么多老鼠都是怎么来的 眼睛变得红色了 嗯 你该不会就是老鼠本人吧 第一个洗礼的我 成为了这个祭坛的祭司 我就是鼠后 我就是鼠后 大老鼠来了 不会是又要再一次追逐战吧 比谁做成空壳 不如把你也对成鼠 料理鼠 脑中忍不住浮现料理鼠王四个字 不如把你变成料理鼠王吧 多魔君救我 开门的声音 多魔君 你这该死的野生动物 今天不断打敲我的好事 滚 难道 不知道其实你很强吗 我觉得多魔君的本体应该很强哦 要解除封印了吗 蛤 不是吧 我以为你很强啊多魔君 不是吧 那就先拿你来喂老鼠吧 哦 帽将 你就是最近大量失踪案的凶手吧 鼠后是吗 我追踪你很久了 是谁教你使用祭坛的 你想知道那个人的事 你 稍早在喷水指尖的傻子 就是你 你应该没有接受洗礼喝下那杯血吧 你运气很好 若没有这个小家伙跟着你 不知道已经死几次了 这是特制的气体水银 哇好fancy哦 子弹刚好用完 就这样解决你吧 哇血缘诅咒 哇有点酷耶 原来这是点阵版血缘诅咒啊 太帅啦 来聊天室 一百分刷一波 刚刚内幕也太帅了吧 搞半天是点阵版血缘诅咒啊 原来那个尸袋是这样来的 原来那个尸袋都是被杀掉的怪物 神父是你 你做了什么 接受洗礼的人是救不回来的 不顿是大人或是孩子 为了防止继续变异 砍掉头是基本常识 我的天啊 他们都曾经是失踪的人不是吗 入雾成者必当放弃所有希望 度鸭 其中一只好像对你很不满 我很抱歉 送去第四号木人 记仇 我们被度鸭记仇了啦 墨园的创办人与现在的主管 都是我们组织的人 你们是冒将 我们是冒将 我们的代号是H&H 我差点就要绝H&M了 你们究竟是 我刚刚看过你做的事了 居然用书柜解决一只属王 你不是运气好也很有胆识 你是爱马的哥哥 没了 没了 还有吗 所以这只黑色的小家伙到底是什么 他们没有名字 我们都叫他们牙仙 因为他们黑黑团只看得到牙齿吗 他们会石头浇碎人类的脸 好像也是蛮凶的 好取出牙齿 原来如此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他们已经不这么做了 真的吗 这只现在都负责在这里帮忙 将擅闯悟城的人下跑 怪不得一直觉得有东西在干扰我前进 那为什么不直接跳出来吓我呢 因为他在悟城里也是很弱小的存在 喜欢吃牙齿的多抹菌 像你这样的傻子 随便曝露自己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这游戏里面的小东西都好可爱哦 它能让外面的人在认知上完全无法明白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若真的想帮忙 这件事情就是要跟你去做 沃尘的影响正在蔓延 必须尽快阻止这一切 西装店的号码 我们只是筷子手 我还能接管个问题 它是对我们很不满那一只吗 好可爱 挥手耶 超可爱的 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很高兴 优责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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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另一看 西装 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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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